台北市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第81次會議 本次的會議有一個報告案及三個審議案 那我們第一階段先宣讀第80次委員會議記錄 第80次文資審議委員會會議記錄宣讀 報告案案1.105年1至4月文資特業務報告 謝謝委員給你的意見 那審議案案1.文化警官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墓園 保存範圍登陸理由保存及管理原則案 結論本案經委員綜合討論後 同意名稱為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墓園 位置及範圍包含墓區範圍位於新一區六章里 重德街山區範圍包括第1、第2、第3墓區 紀念公園及古灰塔 那登陸理由及其法律依據 以及文化警官保存及管理原則 請委員參看書面資料及投入手勢 案2.大安區清田街2上1至3號新建工程案 結論本案同意通過 並有關旨在設計風貌處理 含屋頂行事及無障礙電梯部分 納入後續都市設計審議時檢討考量 案3.文化警官殘除山登陸理由保存及管理原則案 結論將提高人及相關單位之建議 納入保存及管理原則進行修正後 再提送本委員會審議 以上 好 謝謝 那是新加坡委員對上一次的會議替錄 如果沒有修正文字就跟他通過 好 謝謝 進行報告案 文化局105年度私有文化資產補助案 關乎經常門記資本門 第二階段經費補助分配情報告 本案的補助審查原則 是依據所有全人的性質補助額度 跟補助的優先次序來辦理 105年度議會合定的預算 有資本門就是辦理規劃設計修復工程設備 是新台幣1000萬元 經常門是辦理管理維護跟活化戰利用計畫 是316萬7300元 第二階段是因為第一階段的分配 所以繼續受理申請 在3月31號截止收件以後 既申請資本門的有一案 經常門的有三案 這個階段是延續第一階段的審查委員 是由李前朗委員 張坤正委員 李斌委員 續行審查 在5月3號審查後 就是建議分配的情形 那請委員的詳參會議紀錄 第三到7頁 就是配合105年度 文化部B類補助案 已經核定 市定古蹟北投文物館 古蹟日常維護補助計畫 本局補助相對的配合款 三十九萬三千七百五十元 除了這個案子以後 開始審查案一 是市定古蹟大稻城 千秋街電屋 修復再利用第一期工程 原則同意補助 補助是依據新台幣 經費概算數 四百七十萬七千五百九九元 以私人類別補助 補助額度百分之八十 以三百七十五萬元為上限 第二案是 朝北醫院修復及再利用計畫 及管理維護計畫 原則同意補助修復及再利用計畫 經費概算數是七十六萬五千五百五十元 那考量是所有全人裁員籌籌困困難 以私人類別補助 依經費概算數補助額度百分之百 以七十六萬五千五百五十元為上限 那管理維護計畫的部分 因為補助後的餘額還不足以支援 所以這部份是請所有全人自酬經費辦理 或是在下年度再提出申請 第三案是補天生雕塑藝術觸覺教育展 原則同意補助 以經費概算數三十一萬兩千五百萬元 以私人類別補助 補助額度百分之八十 以二十五萬元為上限 那原則上這些案子 都要在七月三十一號以前 跟本局完成行政補助契約的監定以後 才可以辦理發包作業 那經過分配以後呢 核定資本門一案 分配補助三百七十五萬元 還剩下一百零五萬元左右 經常門已經全數分配完畢 那截至目前第一階段到第二階段的 所有分配結果請委員 詳參附件八到九 那請委員同意備查 全數核定補助結果 分配的結果我們又公佈在本局的網站 報告完畢 好 我們還是請教各位委員 正在這個報告案 是不是可以同意 把這個報告案去備查 然後以後把全部的資料 在網上 所以我們有反對的意見 我們就通過 好 接著進行審議案 第一案 試定古蹟 國立台灣大學日式宿舍 福州街二十六號修復再利用計劃案 這個案子本府是從九十六年四月十一號 公告指定國立台灣大學日式宿舍 福州街二十二二二六號 為本市的設定古蹟 那古蹟房地的所有權人為 中華民國管理機關為國立台灣大學 那這次的辦理修復再利用計劃審查的情形如下 管理機關台灣大學於一百零四年五月的時候 檢送福州街二十六號修復再利用計劃到本局協助審查 那本局邀請本市的文資委員 王惠君老師 張溫正老師 張天權老師協助審查 那在一百零四年的時候 六月審查會議結論 請規劃單位依審查意見修正補充計劃內容 並檢付修正回應對照表送本局復審 那台大在一百零四年十一月依據前開的會議結論 檢送修正後的報告書到本局 那因為報告書內的修正內容涉及是否符合委員認定的修正標準 那也為了尊重委員的專業意見 所以本局請委員再協助書面審查 那一百零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檢送委員的書面意見給台灣大學之後 台大在一百零五年三月三十一號檢送依據委員意見修正的報告書 並取得委員審查通過的書面意見到本局 那本案依據古蹟修復及再利用頒法第十三條 即九十八年十二月九日 本委員會第二十六次會議結論之其他事項規定辦理 提送本委員會辦理審議 以上 那接下來我們請台灣大學針對那個規劃再利用的內容 讓我做一個簡單的報告 主席委員會大家好 我是代表台大計畫的工作負責人詹亞明 那我簡單大概把這次修復的一個計畫 做一個在校室的一個報告 那麻煩你下一頁 那這個計畫是台灣大學古蹟的這個福州街二十六號的觀測的一個研究 那目前在這個地方台大有幾間這個宿舍 都已經陸續有幾位老師完成的這個修復的計畫 那我們目前這個福州街二十六號是這一次的一個工作的主要標的 那麻煩你下一頁 我們這個研究的一個目標 大家就是按照再利用方法的一個計程 就是那個建築的歷史定位 以及重要的人物的一個歷史 以及建築的一個現況 它的一個特徵 以及它整體的一個文化價值 做一個歸納跟一個討論 那這個是我們這次的研究成果的一個主要的一個研究架構 那在研究成果的部分 就是大島金臺朗它的一個第一任屋主的一個歷史的一個品 以及這棟這個建築物它的一個和洋式的一個建築的一個特徵 做了一個探討 然後我們也針對這個建築的結構材料的特徵 以及後來這個觀設幾個兩個重要的人物 三更生計一個做我們最重要的這個台大盧余道中校長 他的一個人物做了一個探討 那我們也試著從他的一個後代的一個回憶當中 去把這棟觀設的一個整個空間的一個變遷做了一個討論 來 那在第四章第六章我們就按照再利用方法 針對這棟建築物的一個現況 做了一個調查 然後呢來去提出他的一個修復跟再利用的部分 那因為他們這個現在學校未來的再利用的部分 有學校的一個考量 好 那在於結論的部分的話 跟後續的建議 那我們就按照人文歷史以及建築的一個價值跟它的一個特徵 還有這棟老房子它的一個現況跟未來的一個修復 那因為我們在過去在調查的過程當中 因為有出現那個法以嚴重侵蝕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們也做了一個緊急的一個因應的一個計畫 也在報告書裡面有做一個呈現這樣子 好 那這是我們後續的一個建議 那也謝謝這整個計畫過程當中 王老師、張老師以及詹老師 參與委員給我們的一個耐心的一個指證 那以上是台大做一個計畫的一個檢驗報告 謝謝 好非常謝謝 我們還是提醒文匯來審議答 事先請教各位對這個案子 有沒有要建議指教的理想 你可不可以回到配置 不是 是比較都市計畫圖 我基本上要問說 它前面的巷子的寬度 就是接根巷的寬度 所以是它的寬度 你知道嗎? 十米 所以未來的使用的彈性就相當的大 比起你們其他的校長前面的小於六米 好 那你們的預設 未來的整修之後的用法 現在有什麼的想法 這邊跟區長安委員報告就是 因為它隔壁就是現任校長的官邸 所以目前學校對於它的那個經營的方式 目前就是還沒有確定 但是如果是委外經營的話會考量在校長官邸旁邊 會做比較靜態跟低 沒有像我們一般委外這麼的活潑 它的方向上會比較限定 可能旁邊就是校長官邸 其實我想說的不管旁邊是不是校長官邸 台大有一些校長在活用的時候 都被居民們說有點活潑 所以這是我的提醒 謝謝 謝謝 其他委員還沒意見 好 那個可能在那個就是 在利用計畫的第五頁吧 在050期那個 大家提醒一下 就是最近在利用都碰到一些 一些怎麼講 就是非這個公司古蹟 歷史建築 所以文化資產的本體呢 有一些空間要再利用 有一些空間或是有些增建的 或是新建 那我不曉得這棟房子 未來也會不會新建 或是利用增建的部分 再利用作為廁所 或是廚房等等 看看在研究成果這邊 後續建議可不可以增加一個 括號3 就是如有必要 我們同意 就是可以利用既有的建築物 或是新建建築物 作為再利用必要薪資設施 這樣就可以拉入營運計畫裡面去出 提醒加上這麼一句話 但我拜託 我們無罵智商委員 因為我記得這個事情 大概都希望寫在調查研究計畫裡面 因為營運計畫裡面有這個事情 所以就放在這裡面 先提醒同意這個事情 那到再利用計畫的時候 很多大家才會記得寫上去 我大概這樣接一接 好 謝謝 我想這應該沒問題了 其他委員不知道還有沒有指正的地方 沒有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這個案子是不是 同意他這個通過 後續呢 就請這個台灣大學 照這個過往審定的相關的建議思想 還是要能夠落實的去辦 好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可以通過 我們進行下一個案子 審議案2 北投區復興三路70號 張學良附居歷史建築保存範圍 登陸理由審查案提醒審議 本案系房地所有權能敵群股份有限公司 於102年5月提送股基指定 或歷史建築登陸申請表 向本局申請文化資產價值鑑定 本案建物為北投區大臀段三小段 30056建號 朱若魚同小段334、335、337地號 土地實用分區為保護區 本局在102年12月的時候邀集 林惠誠老師、新婉教、李訓良、周仲賢老師 還有張天權老師等人 進行文化資產價值鑑定專業小組會寬 會議結論請委員參照會議記錄 會議結論的部分內容是 第一個是請申請單位依委員意見 於文道一個月內補充本建物相關資料 與台北市政府文化局 以完備本案申請資料 第二個是本案專案小組意見 事前開資料庇齊後 序於台北市歷史建築登陸及廢止審查 作為要點規定 提送本市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審議 那專業小組的委員意見 現在要如下建物始建於民國四十九年 民國五十年竣工 由陸根祭興建 一九六零年至一九九四年為張學良 故居 張學良居首 基地約千坪建物有一層兩層樓 L型自RC斜屋頂 庭園邊有兩個衛少 兩個崗口少 一個地下避難空間間教堂 上圍蘭花另有水池一座 一九九五年張學良出售此宅 隨後於二零零九年進行整修 原四十九年營造執照為加強專照 目前構造已不復原貌 本宅原已有陽台加建 二零零九年整修表面有粉刷 共兩物一百八十瓶 整修後二樓樓板破壞 第三個是張學良是中國近代史發動西安事變主要的人物 影響中國歷史自身且遠 在台灣曾被軟禁於新竹、高雄、壽山等多處 最後軟禁於此 此一故居可提供張學良在台灣生活的若干資訊 對研究歷史學術是有注意 建議所有全人就歷史資料委託專業建築師或學者專家完整考證 必立後續指定參考、補充原有建造、執照的資料 修改建內容與原建築物之關係 相關圖面 張學良生活起居與建物空間關係 老照片、建築、執照影本、復原圖面等等 那本案於一百零三年九月提送本寺文化資產審議委會 第六十一次會議審議 那結論是 委員原則同意本案具文化資產價值潛力 違因資料不足暫緩審議 請提案人針對基地內建物進行撤會與建物原貌對照 補充基地內地形地貌、監控設施等資料 從歷史角度予以考證 連同基地外對張學良先生之管制系統等加以調查 必立彰顯近代歷史上重要資人物與事件 那敵群公司委託白照亮建築師事務所辦理相關的考證與調查 並提送張學良北投救居歷史資料調查計畫給本局 那經過一百零四年十二月提送到本寺委員會75次的會議審議 那結論是 本案經委員綜合討論後 並由出席委員同意決議如下 原則同意登陸復興路3段70號花湖張學良故居為本市歷史建築 保存範圍及登陸理由等續提送本委會審議 本案系本市的大型違章建築 前於84年查報基地內興建違章建築 於同年11月置行拆除後結案 後續又於101年查報興建違章建築寒12樓 面積各約577平方公尺 唯因本案人魚文化資產價值審查程序中暫緩拆除作業 這個部分簡單介紹一下 這個是主房 它總共有幾棟的 一個是主房 然後其他的是附屬設施 這邊有車房、門房 然後有個地下、禮拜堂 另外一張圖會有鋼哨的位置 全區的配置圖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下面是相關的舊的資料 然後這是下房 這邊有個走廊、本房、車房跟門房的位置 然後入口是從這邊走進去 然後後面是河川 那這張圖可以看得比較清楚一點 那就是剛剛講鋼哨的位置是123這邊 三個是鋼哨的位置 門房在這邊從這邊走進去 然後以下是照片就請委員參考 那這個是會看照片的部分 這是入口園區的部分 那右手邊是那個門房 然後這個是主房的一個外觀 這都是主房的外觀 那主房的內部二樓這邊已經就是跳高 那這是屋頂板的部分 那主房的二樓跟一樓部分 那門房的外觀是 現在這個是門房的外觀 然後另外這個是車房的外觀 那車房的內部 那車房的內部 地下禮拜堂的部分 就是它沒有上面 地上沒有建築物是往地下 那這是鋼哨的照片 本案寧起同意登入北投區 復興三路70號 瓜湖張學良故居為歷史建築 一名稱張學良故居 二種類載地 三位置或地址 台北市北投區復興三路70號 歷史建築所定住土地之地號及面積 歷史建築範圍主房 北投區大臀段三小段30056建號 及附屬設施、門房、車房、地下禮拜堂 為保存主體 駐入土地為北投區大臀段三小段 334地號、335地號部分、337地號部分 那登入理由及法令依據 本洞進入始建於民國四九年 為張學良於民國五十年自霸三年暖 近期間之住所 張學良為發動西安四變重要人物 影響中國近代史至深且遠 據於建政歷史人物及事件之意義及價值 本基地內建物包括主房、車房、門房、地下禮拜堂、崗哨等 建物雖經改建且內部道路有所調整 為外觀與格局大致保存原貌 人保留張學良當年的生活脈絡及相關監控設施 可提供研究張學良在台生活的資訊 據保存價值 那本案提請本委員會審議 並依審議決議辦理後續 我們的所有權人跟建築室的道路 那你要不要補充說明 正對我們這個提案 主席 對不起因為時間剛剛有點提前 我們的所有權人代表還沒有到 我們是法家藍建築室 那這個案子是蠻明確的一個提示建物 那在上次委員會裡面已經有決議了 所以我們在這次會議上也沒有任何補充 那只是說在上次的決議裡面 有委員提到說他的範圍除了說他的建築本身之外 連他的門房、圍牆等等其他建物的設施都要納入 這也是我們在審議會裡面有提到的 提到說要全部都要發放 以上 好 謝謝 在今天的這個泥辦裡面 把這個部分已經納進去了 好 那我們現在開始正式的審議 那麼還是一樣 是不是先請教委員會什麼指教 我建議的地方 不好意思 主席那個業務科再補充 更正說明一下 剛剛講的那個禮拜 這個案子其實在上次的文資會已經審議過 那我們這一次針對那個 上次的那個決議就是 登入的理由跟範圍做一個討論 以上 那個倒置上我的同意啦 不過那個地下禮拜 應該是防空洞兼禮拜禮拜堂 反正也是一個防空的一個設施啦 這個是我想大概用瓜糊還是什麼 這是一個 第二個的話 這個是實體上的這個保存啦 不過在地形方面呢 我還是建議加一個 就是周邊那個地形 地形的測費保存 因為外面那個地比較高 它是監控的地方 它這個住方 是周邊都有一些過去這個安全的監控 希望能夠把它用测費圖做保存 因為旁邊 也許我們要把它管制太廣 可能沒有換完這 但是至少 我們要知道 跟我們了解 這個軟靜的時候 那種肅煞的氣氛 那個時候 誰跟他會面什麼 都有很多嚴格 你知道 蔣經國先生過世以後 才開始有人趕快去趕去拜堂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個案例 我們要保存這個歷史上的一個事件 所以周邊的那個 這個圖好像沒有把周邊的那個範圍把它撤回出來 周邊的圖 地形圖 但是要把它標示出來 因為它這個地形圖 沒有這個特殊的一個高差顯示 要把它顯示出來 就是在這個建築物當中周邊 周邊 把它標示出來 委員你好 我們在我們上次提的這個 調查計畫報告裡面的後面複冊 配取A01 它整個配置的很高顯示 都有畫出來 它是建築物只有這麼大 但是那個功能 所以說它為什麼要選在這個地方 周邊的一些設施 它本來就是有一個警戒監視的一個作用 有沒有標記 你有等高線 等高線都有標記原先做的這些項目跟報告書 有本分 這邊是一個鋼廳 這個都有標示 對 這邊有 好 那就再打報告一點 試一下 A01 附冊A01 我們有報告 來 我們有報告 好 我們其他委員還有指教的馬 我們先請給個請老師 試試看一下 好 其他委員來請 那因為這個 它未來 看起來它是一個私人 也可能不會被外開放 那但是是不是 有可能在未來的地方文化管計畫裡面 它能夠提供一些相關的資料 至少在圖面上 書面上可以看到一些相關的東西 那另外在這個房子的外圍 有沒有機會 會將來有一些類似像故事的 或是告示的這個歷史節目的這個解說牌 然後可以達到說 未來在至少人家有人在追尋這個 台北市的明年故居的時候 他即使不能進去 他仍然能夠看到某些的部分 或者是說 如果業主願意 就是業主願意的話 那有可能在每年的一次 或者是什麼樣的活動 像五一八國博物館 或者什麼的時候 可以開放一個小型的 限量的一個簡單的該圖 讓部分的人 能夠了解這邊的故事和氛圍 不過這個大概就是一個建議 謝謝 謝謝 各位委員好 我們這個提報員好 張欽跟金主事長 我特別說明一下就是 目前文化局 已經有林宇湯 前兵四星 李國鼎、蔡瑞月 這幾位名人的故居都是修復完成的 對外開放 那另外還在籌備中呢 應該就是孫玉璇的這個故居 所以這個本來是在我們 雲人故居的系列當中 蠻重要的一個指標 那當然另外更大規模 就像七海關嶺 那這個部分也都是在整合性的部分 我們的建議員 主席我補充一下 現在新的文資法在立院二讀的部分 大概以後會增加一項 就叫做紀念性建築 那紀念性建築 那我問過文資局長官 大概也共有回報 就以後名人故居的部分 當然整理到這一項 所以他的資料跟他的細則 都會重新規定 所有名人故居的部分 剛剛局長補充那個部分 都要重新再整理 好 我們所有權人 或者是這個建築師 有沒有針對立委員 建議有一些回應 我們整理這個案子 做這個歷史建築的一個生意 我記住 那我們也跟各位兩人一樣 對這建築 跟他建築本身的一個 有點一樣的一個 分析的缺陷 那我就報告一下 這個是個常用事 就是說 他從文資業實踐到81年 他才發現了一缺 這段時間他是公平 我們其他 我們也必須的資料 之後輾轉 再從第二任的一個 現在的所有權人 是第二個人 就是說張學良走了以後 第二任的所有權人 之後他人理不是在那裡 那也沒有任何資料可以去建立 所以我們一直都跟著文資委員的這個制度 一直在做各階段的一個審議 那我們也盡量去爭取說 是不是能夠有資料解禁的一個機會 讓我們去得到這樣的資料 可是畢竟他也是一個私人機構 他也沒有那個權限 沒有那個資源能夠去得到這樣的一個資料 所以我們反過來 我們想說 這是一個歷史建物的一個登錄 或者說是一個神奇 未來這個地方 現在所有權人也希望說 能夠把它當作是一個 張學良故居的一個景點 來做 讓大家能夠去緬懷 或者說去紀念這樣的一個場所 並不是說這個登錄完以後 他後面就不再使用 或者說是要把它拆掉 完全沒有這樣的一個構想 他反而是要把它保留 甚至可以把它open出來的構想 但他也欠缺自己有這樣的資料 他也沒有這個資料 所以在過去這幾次的一個審議委員會裡面 都希望說他補足一些文史的資料 可是在生活細節的文史資料 的確是都是被封鎖住的 所以我們反而希望說 是不是能夠接觸市政府的這個立場 能夠向有關單位來爭取更多的一個文資資料 因為對所有權人來講 他沒有這樣的一個資源 不是說他以前住在這邊 他來主動提供這樣的資料是OK的 他沒有這個資源 所以我們可以代表所有權人來講說 我們是採取open的一個心態 我們這個建築物未來不會把它拆掉 不會把它破壞 我們會把它當作是一個可以緬懷的一個景點 來做展覽或者說做展示 但是這個資料 我們希望說能夠得到局底下的一個協助 我們就充分配合 以上 這樣我非常非常的感謝 就是說 這個 大家都願意這樣子 將來開放 讓大家能夠來參觀也好 造訪也好 那 這個如果說 這個 同意的話 我們會把它注記下來 好不好 就是說 當作是一個我們今天 這個大家的一個共識的方向 那 未來相關的這些歷史的一些文件 資料 這些 收集 或者是 我想這一部分 就是說不管是這個 甲方或者是人體的文化群這一方 我們就大家共同來努定 好不好 尤其是市政府 如果說能夠做的這些奴隸 只要你們提出來 那我想市政府應該都要做 那就是說 沒有提出來了 那就看文化局 在未來怎麼樣來做協助 這個 過去的這些相關的資料 或紀錄的 這樣提供 要不然你去造訪 空有張學良故居 但是沒有故事 沒有記憶也沒有用 好不好 我想這個我們也把它納入 在這個大家的一個共識範圍 那 都算了做一個紀錄 那其他委員 什麼委員 那個 那個 他的資料來源 一個是國家裡面的 等於說 比較正式的這個資料 另外一個是他們東北 商學良他們有一個組織 他們儲存了很多很多的照片 因為將它這個例件 總是還要在陳列展示 他的生平這些等等 這個資料恐怕有兩方面 那這可能就是你們聯繫一下 因為我們上次去實際上健康的時候 就有很多的相關團體 他提供了他們這個照片 很多的照片 所以我想應該是可以找得到 他們也願意來做紀念 他們那個 有一個組織 我忘記了 他們東北的 張學良 他還有一個張學良 附區 對 那個區 那 沒關係我們就照當下那樣 一個話不講 來 主席 我覺得這個案子 雖然說現在這個房子是屬於私人的 不過就張學良這個人來講的話 其實他兩案都有很多人在研究他 所以我覺得不妨 其實文化局其實應該有一個領導的角色 就是說對於這些名人 應該要主動來做一些研究 或者是做一些資料的整合 那我也了解 其實文化局本身的經費真的非常有限 我個人是認為是說 未來對於這些檔案 或變成數位名字眼這種概念 我覺得請市長副市長應該多給文化局 預算要多一點 他們真的非常有限 那這些基本的資料的調查的工作需要花時間 而且我相信應該有人在做這方面的研究 包括中研院也有人 那只是你們可能沒有辦法去reach out 但是我覺得文化局可以變成一個橋樑 因為他未來其實是一個很關鍵 他其實是一個很關鍵的人物 那研究的人也有 兩岸都有 看你怎麼樣把這些資訊能夠整合出來 看怎麼樣能夠在 像孫明權的那個就做得很好 然後他有很多人幫忙 包括基金會 那這個我不知道未來會怎麼去再利用或活化 其實很值得去關鍵的一件事 以上建議 謝謝 非常謝謝郭委員 我想這個沒有問題 然後接著說要發言 要注意報告 張學良的部分在新竹縣文化局有做過 他因為做清泉 那清泉當時是在颱風的時候 八幾年在颱風被吹掉 然後移建到對岸去 就是清泉的對岸 那時候有去過 新竹有一個縣市館裡面都有資料 那如果需要的話 文化局一定會幫忙那個相關單位 他們也去過大陸 去要了一部分的資料 那所以這部分也要跟主義報告 說協助大概不是很大的問題 我們一樣 就是在剛才的這個列入的這個決議公司裡面 應該會有這些內容 那郭委員剛剛特別這個 為文化局爭取的預算部分 就是我們會 就是說文化局只要積極的 展現企圖提出相關的這些計畫 我想都會獲得支持 這是我們現在是該算的原則 但是一旦審過以後 我們會要求 你拿到這個預算 從議會的通過到後續的成果 你要負責 就這麼簡單 所以同仁只要願意去做 那這個也很有意義 反而是市政府輔方要幫忙來找預算 所以我想這一點也讓這個國委員都了解 好不好 好 那其他委員不曉得還有沒有建議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要這個案子給他來設計 我們要登陸理由 好 對 登陸理由 我以為大家都看過了 來請 好 可以唸一下 因為你實在是看不太懂 我也沒去過現場 是 所以只能提問題 怎麼改 我不曉得 因為唸起來 怎麼講呢 就是本集第一內 第二點 包括什麼等等 建第二行 建築經改建 有所 等等 但是為外觀與格語 大致保存原貌 這個我聽看不太懂 有改建了 但又保存原貌 這個原貌指是什麼 因為按照這個資料來看呢 好像在哪一年有改建過 所以這個原貌應該指什麼 就在那個我們的提案的 本次的 就是這個案子的第一頁啊 就是專案小組 括號是專案小組這個 意見栽料下面裡面第二點 那原49年營造執照為加強專造 目前構造已不復原貌 所以本宅原以有原台加建 點點點 所以我就看不太懂 原貌應該是指哪些 這個這個看看 所以怎麼 這是各路的理由是我們舉例整理的 那個 那個 主席 因為這個案子有委託那個張坤正 張老師做一個基礎的調查研究 那張老師有實際到現場 那張老師等一下會跟剛剛 就米老師所提的會做個補充 因為剛剛張老師有說他可以來做補充 張委員 那個我建議了 因為現在就有理由的部分 我建議就是為外觀 這個部分這一段刪掉 後面這裡 為外觀與格局大致保持原貌 目前外貌其實變更極大 格局其實是原來的格局 那我建議把這一句話拿掉 所以格局是文化 等一下 我建議是這樣 為人保留當時候在台的 這個生活脈絡及相關監控設置 就圍直接到這個地方來就可以了 那前面的這個部分 因為外貌其實變更極大 那我用兩個兩張圖 就前後的 我大概跟幾位委員說明一下 變更的狀況 因為我剛剛來的時候 其實局裡面希望我補充說明 那是因為時間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我大概還是跟各位老師們報告一下 前後之間的關係 剛剛的那兩張圖 前後 左邊的這一張是那個1949年的時候的圖 就是這一張設計圖 那右邊秀一下現在 這個園區 剛剛欣老師講的沒錯 就是事實上整個環境當時候的目的 就是為了拘禁或軟禁張學良先生 所以在周遭的環境上 對面其實當時候為了他設了一個 復興鋼派出所 就設了一個派出所 就是在正對面 那這個派出所其實還在 那整個的入口從這邊進來 它分成幾個部分 第一個是門房 再來是車房 然後有下房跟本房 然後下房跟本房之間呢 有一個廊道連接 這個就是一條大的溪 應該是黃溪的上游 那這條溪就圈住了 這個整個跟環境之間的關係 所以事實上這個環境其實還蠻有特色的 那各位可以比較一下右邊的這個 而事實上整個從格局來看 其實變化不大 原來的門房還在 原來的車房還在 然後來這邊變動比較大的看起來 這邊有一個增建 所以我剛剛有提到 格局其實延續的原來的 但是建築物的部分 其實後期有改建 我舉例來講 車房的部分 中間的這個部分 轉角的這個部分是舊的 它在下面的部分增建 這邊也增建 所以多出了兩塊 所以舊的還在不在 舊的還在 那門房的部分呢 這個也是後期改建的 舊的呢 在現在的圍牆上 還看得到原來的痕跡 還在 只是它後期改建 然後再來 下房跟主房的這個部分 看得到比較明顯的改建 是這個部分 中間的部分 這個是格局的部分 但是外貿的部分 這個主房跟這個部分 基本上是後期改建之後的結果 那我們的調查其實一個 粗略的一個結論就是 舊的體其實還是延續著 過去的建築物的那個結構體 只是它在外貿上 產生了一個很大的變化 所以回過頭來剛剛的那個 指定的理由 對 就這一個部分 那我的建議就是這個外觀 或者是保存這個格局 但是因為建築已經變了 我覺得這個其實也不需要談 就為人保留當時候的生活脈絡 這樣子就OK了 大概有做這樣子的說明 好 您委員這樣 我掉進嘴 好 來 謝謝主持 我們同意張文老師所提的這些說明 那我們這裡的建議就是說 我們在我們的一般的概念裡面 改建是 不講清楚了 有人會覺得說整個把它拿掉去改建 從剛剛張老師所講的 他原來的建築物的結構體都還在的時候 我是建議用修建的方式 這樣的話 人家不會有那種誤解說是把它整個拆掉 再重新改建 我是建議這樣的建議 以上 那第二個一件事 剛剛那個 以前副局長有提 就是那個文資法現在有 比較多紀念性建築物 那我相信這個提這個事情 當然也有些原因 我想我記得 可能郭委員有審判 或就是八平五一 那個案子大概防止全內 但後來全部重建 但要被歸為歷史建築好呢 還是有人都說覺得應該是紀念性建築物 所以這個案子 當然現在看來就剛剛講的 原貌幾乎都沒有 所以我們要不要紀念一下定案嗎 還是等那個新的文資法通過 可是這已經通過了 那可不可以改呢 將來可以改 將來可以改 因為我們很多過去都改不成了 等到新法過了全部都要檢討 全部都要檢討 可以做這個事情 好 那如果可以的話 就今天我就沒有什麼懷疑 好 這一點 民委員絕對放心 將來有新法 我們會 剛才副局長也提到 會重新提出來 我們來做這個調整 我想這應該沒問題 其他委員不曉得還有沒有指教的地方 來請 我想這樣改當比較好 不過那個生活脈絡的部分 可能還是會讓大家比較不清楚 因為我們講生活脈絡的東西 因為現在其實我們看那個照片 大概其實已經看不到 那現在留下來的 最重要大概就是那個門房那個配置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是不是應該做一些文字上的調整 或者只要說 我們能保留當年那個建築 配置的主要 對 或者說 配置 配置 對 或者是自己的那個主體 或者建築主體 或是自己的主要 對 所以我們要去和平靠 我這幾個看跌 都說 整個是這樣 是 我這 Corn Media 這幾個字 所以就可以寫建築主體 或者是結構體 或者配置 車房都在 主房其實也在 那個 我再補充一下 齁 這個部分還在 完全在 就這個部分 就是這個部分 就中間的這個部分 這個結構體還在 RC的結構體還在 那 只是拉皮了 就這樣 那這個部分是重建的 那個 包括這個部分 下方是拆掉重建 這個門房也是重建的 但是原來的位置還是在這個位置 所以 事實上說都不在 其實建築還在 就是拉皮了 室內空間的那個 已經不在了 所以就是生活範圍其實是看得出來 所以要不然就是寫出結構體啊 就是說建築結構體 這個 第一次發言 我認為這個登基歷史建築有什麼意義 現在我兒子大學教授 那年蔣東東都忘記了 然後這個張學良 他什麼說生活脈絡 他有什麼脈絡 那以前我們在西子灣也有他的 也有他的這個 有沒有把它保存 就說一二三 就去保存在這裡 所以我認為是保存的 歷史建築物是很牽強的 它有什麼意義嗎 因為他是張學良 然後呢 沒錯 我覺得 然後他的建築物也沒有什麼特色啊 你說像是巴洛科建築嗎 還是日式建築都沒有啊 就蓋一個房子 張學良重新住在那裡 我們就把它認定了歷史建築物 我認為這個是很牽強的 那個 我覺得完全不牽強 就是我覺得對於一個歷史人物而言 他其實存在的那個場域其實時間很大 但是對於後續的那個歷史記憶的解讀 其實是有幫助的 所以其實我最近幫 剛剛在處理一個case是宋子文 就是那個張學良的好朋友 宋子文當時候參與營救這個蔣中正 到西安事變的那個場所 他在上海 在上海就四個故居 那個每一個故居都講了不同的故事 那在台灣張學良的這個部分呢 其實待過西子灣 時間很短 那西子灣的那個場所重不重要 我覺得很重要 那如果張學良 這一個這麼重要的歷史人物 即使拆掉 為了見證張學良 這件事情 我覺得都有意義 可以去重建 那是不是讓美國社會也要把它重建更有歷史賣入 他重建住過這裡 房子也沒有特色 裡面的家具也都沒有半空了 建築物也沒有什麼特色 他有什麼成為歷史建築物 然後特別說明一下這已經是通過登錄歷史建築物 我們現在討論的是登錄的確定範圍以及理由 這樣子 有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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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 報告主席我補充一下 將來那個紀念建築 其實在補歷史建築 沒有到的那一塊 剛才就是剛剛那個局長 公務局局長講的那一塊 那以後歷史建築會比較偏向建築物本身的建築的性質 那紀念建築會就會偏向歷史文化藝術 具有眾校貢獻的人物或相關事物於保存 所以他大概就把這兩塊剛剛的局長講那個事宜的部分分開了 所以既然是這樣的話 其實他還是有存在的必要 以後大概這一種都會存在 就是說你不是建築單一的 譬如住在一個公寓裡面 如果他是很重要的人物 那個公寓也可以保存 剛剛樂維委員講的 跟我們認知是很大的不同 就是說他重點是在他的場意 他的fear 文字花的價值不是在建築本身 建築是永遠會改變的 所以你看有很多歷建為什麼可以改建 對不對 就是那個場意 曾經是一個歷史事件 人物重要的一個場意 所以他在國際上的認定是這樣子 就像說這個228事件在什麼地方 那個場意 那個建築物在不在 那個只是一個註解 是這樣的意思 大概我們的認知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大概有一些人不同 但是經過那個文字會已經多次討論過的 我想你重新再提出來 好像這樣就是 等於說重新還要再回頭過來 可能就比較不太妥當 我想我們因為經過多次的討論 歷史建築的這些認定都已經確定了 那還是回到今天的主題 就是登錄的範圍跟理由 如果還有修正的話 我們再請教各位委員 如果沒有修正 我們是不是就照今天這樣的一個討論的修正 那把這個登錄的這個範圍跟他的這個理由 就通過 修正通過 主席我這邊補充報告一下 因為剛剛那個委員都有提到說 那個監控系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設施 那是不是我們在附屬設施裡面 加一個是剛稍微保存主題的部分 剛才委員提到大家沒有反對部分 包括新委員提到這個地下教堂 可能要加主具這個防空洞的功能 類似這樣的文字可能還是要授權 那我們在下一次這個會議的時候 會議幾乎確診的時候 會給各位委員來確診嗎 好不好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今天就照這樣的一個修正通過 好不好 我們謝謝大家 進行下一個案子 進行審議事項三 歷史建築三景物產租室會設 舊倉庫保存方式可學性評估 在進行議案的之前 這邊我們在5月4號所已經召開的公聽會 那在委員會特別謝謝當日已經經歷四個小時 公聽會參與的李富柏委員 那由我們不再進行所謂的簡報 不再進行簡報 那由申請團體會指派三位代表 那三位代表我們等會就直接進入委員巡答 那相關的所有的會議資料 其實針對公聽會的會議紀錄 以及歷史的簡報資料 在會前已經寄給所有委員參考 如果說在這個進行中委員 如果對任何的那個檢報內 之前的規劃內容 或者有任何的意義 那在這個巡答的過程中 就由規劃單位 以及申請團體 都可以進行的答覆跟說明 那進行答覆說明了之後 那我們就由委員進行委員的辯論跟討論 那那個時候就可能就要麻煩 所有申請團體可能就要 我們也不會再去進行所謂的簡報說明 那委員盡量在這個巡答過程中進行提問 那這個之後就是由委員自己 由委員自己進行辯論 那等會在進行議案前 那就可能要麻煩當日的那個 公聽會的復召集人 那我們說明當天公聽會的 那個決議跟共識的部分 以及當天召開會議的情形 那以上提起說明 好 非常謝謝 我們還是請當天公聽會的 那副召集人來先協助 那副召集人 好 來請 好 主席 各位委員還有這場各位大家好 我在這邊說明一下 從上一次文資審查之後到這一次之間 我們依據上次文資審查的結論 把這個三井案的方案限縮到市府提出的第二案 遷移重建案以及第五案跟第十一案 在這個前提之下我們召開了一個平台 去跟民間團體提案原地保留的民間團體 做一些釐清討論 遵照上次文資會的指示 把相關的爭議釐清之後 再把相關的成果送上來 這一次再請委員來討論做決定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事前做了非常多的會前的協調 所以公聽會主要是以市府提出的第二案 以及民間團體也就是今天有列席的三位代表 所提出的原地保留的第十一案做討論 那在這個討論前提之下各位可以翻到附件九 手上的附件九第87到88頁 各位手上的資料附件九第87到88頁 我們有很清楚的列了兩頁 就是這個公聽會所最後討論出來的相關的 釐清的爭議還有共識還有還維持的不同意見 就是今天要請委員在價值上幫我們做判斷的部分 那我簡單做一些說明 首先在第一大塊也就是在文資 文資價值上面三井倉庫的原地 或者是異地重組 這件事情上面我們有三個大概主要的討論內容 第一個是有關現行的文資法 對於歷史建築的保存並沒有強硬的規範 這個部分我相信各位委員都比我們更加的專業 所以我就不進行細部的說明 第二個部分是我們達成共識是 三井倉庫現在具有以下三個重要的文資意義 不管是它的旗樓或者是它的北三線路幅和北門的相對位置 以及它是屬於沿街面街屋的一棟 那它跟鐵路的相對關係 那這三個意義我們在公聽會裡面有釐清 市府的第二案千移保留案 有盡量的去滿足去保存了三井倉庫的這些相關意義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當場文字團體有強調三井倉庫還有一個原址 原長址的精神那個是不可以被取代的 而一旦遷移了這個文字價值就會被破壞掉 這是第二個部分 第三個部分是有關不同保存方式對建物本身的影響 在公聽會上並沒有足夠時間去達成共識 那府方基本上說明並強調了就是不管是在原地或者是異地 三井倉庫現在的狀況都必須拆解再重組 因此包括我們遷移的過程當中會使用避震式的可回復工法 因此強調不管遷移或異地 或者是原地或異地對於建物本身的影響都是一樣的 但文史團體強調這個避震工法其實是一直以來爭取之後的結果 而且只要遷移還是會有不可逆的還是會有不可逆的損害 那這邊我們並沒有達成公式 這邊也可能要麻煩委員幫忙做判斷 那第二大塊在有關交通的問題上面 首先達成第一個共識是現狀的交通問題是具有急迫性必須被解決的 但是我們釐清了它可以分為交通安全的問題跟交通流量的問題 在交通安全的問題上